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自己的蛙兒子跟蛙女兒 深入研究後發現是一款日本手遊 於是下載後發現遊戲非常的單純 無法控制自己的蛙兒子能幫他帶食物 有點像是父母在養孩子 一個完全無法控制跟對話的青蛙遊戲 到底在紅什麼? 歡迎來到腦記 今天要來看五個青蛙旅行吸引現代人的原因 衣附關係 馬街醫院諮商心理師認為雖然人跟人都是獨立個體 但是我們卻無法離開群體 由於現在的社會人際關係很疏離 加上人類的本性希望與人連結 這個養蛙遊戲雖然單調 但是我們期待的是與青蛙的連結感 而在現實生活中 人跟人相處時時常會害怕受到傷害 一段關係中往往也有各種擔心 這些擔心就會導致我們透過滿足對方 來填滿自己不安占據的心 但是青蛙遊戲讓我們知道 就算他出門了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他都會回家 不僅能夠讓人跟青蛙連結 人跟青蛙的關係也會讓人感到穩定 隨機不確定性 由於我們無法控制青蛙去哪裡 只能準備他的行李 至於他在路途上遇到什麼人會寄什麼樣的密信片 或是帶什麼樣的伴手禮回家 我們都不知道 這些不確定性跟隨機 反而更容易讓我們引起好奇心 想知道下一趟旅行是什麼時候 會帶什麼禮物 帶什麼明信片的心情 就這樣被吸引而持續玩下去 現在許多人都認為自己是邊緣人 覺得孤單寂寞覺得冷 因為工作、課業以及電極產品衝刺的情況下 我們與其他人互動大大減少 又沒有積極的與其他人接觸 每個朋友都只是點頭之交 往往就容易變成所謂的社會邊緣人 而青蛙就像是你的虛擬好友 遊戲中這樣的虛擬關係無法代替現實社交 但是卻可以變成一種額外的情感支持 簡單又方便 未來 心理學家魯美文也依照了整個蜂巢做了一次的整理 他認為青蛙可以提供一個需要重視當下的一段關係 不用擔心未來就不會焦慮 他提到每次談一個戀愛就要經過許多環節 如果在當中發現彼此不適合 又懶得再與另外一個叢林開始 更不用說過年時家裡不斷催婚或生小孩 孩子生了又要擔心他的未來 乾脆養蛙不痛不癢也沒有負擔 他不會離棄你 你也不用花這麼多時間來了解他 而最後一個理由就是純粹因為他爆紅而跟著其紅的人 你們也有養蛙嗎?他叫什麼名字呢? 還是你已經等的不耐煩將蛙刪除的人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